整体的园区叫做苏州河边保留最完整的民族工业群 所以它整个一个建筑都是属于市级的一个文化保护建筑 M5的烟囱是我们一个标志型的一个建筑 那么你在大概方圆50公里之外的地方呢 都是可以看到这个烟囱的一个位置 原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烧完这个锅炉之后呢 它需要有一张一个排烟 那么现在这个当M50转型成为现在的当代艺术园区之后呢 这个烟囱呢就作为一个地标性的地方 会有邀请一些涂鸦艺术家 然后来装饰这个烟囱附近的这个位置和区域 那么这个地方也成为了我们许多朋友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其实M50最早呢 它呢是一个上海纺织集团旗下的一个茅房厂 那么其实它在历史更加往前追溯的话 它是1937年的时候呢 其实是在青岛那边的周式经营家族的一个棉房厂 那么正好1937年的时候呢 抗云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呢 他们就从青岛然后整体搬到了这个莫甘山路 建筑呢大大小小的大概有50栋左右 它其实每个时期的都有 那么有上世纪30年代的 40年代的五六十年代的最早的一个建筑呢 就是1937年的时候作为他们厂房办公室建造的 身份的这个建筑呢 原来就是我们那个M50前身的一个厂房的棉花仓库 就是在我们前面的厂房生产出来的这个 它们的原始材料或者是这个半成品呢 就会放在这个仓库的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个这一片建筑呢 都是背因面的 那么它是为了房屋就是方便储存的一个需求 那么整个因为它是一个木结构的一个尖顶结构 所以呢也比较适合做化廊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一个房屋的结构 包括它整个一个穹顶呢 还是保留着原来的这个建筑的风格 包括它整个化廊的一个整体的内结构呢 都做了一个大的改动 所以呢这对于一个展览的一个纵深念 去看这个展览的作品的纵深的是非常有优势的